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要來玩這款遊戲叫做 一拳超人世界 那我們現在操控的話這個最強角色喔 睡夢中奇遇我們看一下 普通一拳 這個居然沒辦法一拳秒殺 完全 違背了這個一拳超人這個名字喔 居然要打個七八拳 而且拳跟腳都用上了 這個是奪 強力奪 奪閃 空白錯的話就可以切換目標 把它做成像這種動作類型 打架的遊戲 因為我們的奇遇 身上居然會有傷 這時候不是應該都凸了 應該要變得特別強 這是連續拳 OK 那這個 飛踢 這地底人也太多了吧 高大地底人 這高大地底人要打個比較多下喔 然後打到超過十多下 欸 那個睡夢奇遇還有我們的那個 音速索尼克喔 都算是有 欸 這個要 點兩邊啊 喔 其實點一邊好像也行喔 因為我現在還是用電腦在玩 喔 喔 就連上衣都沒了 喔 最後這巨型地底人喔 超多番茄匠 最終Boss喔 超巨型地底人要來 欸 喔喔 那居然是甚麼人 那居然是甚麼人 我… 我做了一下 我做了一個魔王 我不會贏 我… 太熱血了吧 直接攻進人家的老巢 可以開啟熱血模式 瘋狂普攻就可以了 他好像把大招丟在小怪上 我沒什麼差沒關係 地底王 來來來要打這個超強boss喔 我連他的頭都看不到 先開啟熱血模式再說 先一陣這個瘋狂亂打 再一拳 這還有十次條血 這個boss現在要 開打 開啟熱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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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繼續累積這個b 累積b殺死啊 剛出到一半就被打 這邊還有地圖邊編輯喔 他現在在這個最角落啊 比較難打到喔 好 再開啟熱血模式 已經95了 96 98 99100 直接必殺 結果是做夢 還是說其實是真的,只是他覺得在做夢而已 喔 難怪弟弟 沒辦法一拳直接秒,原來是在做夢 被限制住了 好,那這個就是 一拳超人世界的這個大概玩法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推薦喔 容易上手的這個表 可以看到我們最左下角 這個上手難度的話算是最簡單喔 近戰輸出 我們有這個睡夢奇遇還有我們的音速索尼克 然後防禦跟反擊的話就分別是這個 性感囚犯嘛 性感囚犯 他們的一些奇遇其他的這個型態 其他的外觀 然後原子武士的話當然是在這個最困難喔 還是需要比較秀的這個 要操作比較好啊 然後遠程會有這些 還有黃金球 我們的這個 這什麼 捷諾斯啊 還有這個拿那個筍子槍的喔 這邊的話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在封測的時候都覺得是 夢境奇遇是最強的喔 當然不用說嘛 我們的奇遇一定是一拳把對面給解決掉了 然後現在官方呢還有一些 實體的禮包活動福利喔 那像是可以參加一下他們的這個活動獎勵啊 可以拿到這個實體獎勵 像是有鑰匙圈滑鼠墊 那些角色利牌以及掛劍利牌喔 這邊的話是到2月19號 這邊可以參加一下喔 只要完成一下這個 下方的心理測驗 然後這邊的話還有這個 現在在開展喔 這個動漫集啊 找到一拳超人的工作人員的話 參與預約可以拿到限量的一些 特別好理喔 然後這邊也會加碼抽 抽這個滑鼠墊 然後打卡也會送這個角色利牌 像是這邊就可以拿一些限定紙袋啊 還有掛劍利牌一些團散喔 鑰匙圈 這個還蠻酷的 還蠻炫的 這邊滑鼠墊也都很帥 我們其餘啊 但最多人想要的應該就是這個龍卷喔 然後還有這個打卡送的這些獎勵喔 然後也可以加入一下他們的社團 就可以領一些專屬的好理啊 好吧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這個 一拳超人世界的遊戲試玩 還有最容易上手的角色推薦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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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